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前总统特朗普最近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的FEC投诉 这一举动不仅是他与华盛顿邮报之间的激烈冲突 更是他与媒体长期对抗的最新篇章 特朗普指控华盛顿邮报非法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尤其在选举的关键时刻 他毫不留情地质疑媒体的公平性和报道的真实性 在他看来 华盛顿邮报的负面报道和社交媒体推广行为 实际上是在操控选举 企图倾斜选举的天平 这不仅是对媒体常规做法的挑战 更是对新闻机构在选举期间角色的重新定义 特朗普的团队呼吁FEC进行调查 这一事件无疑将成为选举期间的焦点 然而 华盛顿邮报对此的回应却是强烈反驳 坚称其行为是常规的媒体营销策略 毫无不当之处 这场媒体与政治的博弈究竟会如何发展 特朗普的策略是否能够逆转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与华盛顿邮报之间的最新争端 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 还揭示了他对新闻报道的强烈不满 以及他在选举期间的战略选择 前总统特朗普日前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提出了一项投诉 指控华盛顿邮报非法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这一投诉引起了广泛关注 因为他标志着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紧张关系的又一个高潮 并且再次反映了他对媒体在选举期间报道方式的严重不满 为何这次事件如此重要 主要原因在于 特朗普在这场激烈的选举竞争中将矛头指向了媒体 质疑新闻机构的一贯做法 他的团队在投诉中指出 华盛顿邮报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支付费用 来推广针对特朗普的批评性报道 这种行为实际上构成了非法的企业实物捐赠 和未报告的最后时刻独立支出 这次投诉背后的新闻动音源自SIMA4的一篇报道 该报道指出 华盛顿邮报在选举前停止支持总统候选人病 因此失去了大量订阅者 而在此背景下 华盛顿邮报被指控利用社交媒体广告推销批评特朗普的报道 进一步加剧了这场争议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特朗普在此次选举期间多次与媒体发生冲突 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他个人的法律问题 竞选活动以及负面报道不满 他甚至对CBS新闻提起了一项巨额诉讼 指责哈里斯的60分钟采访是对选举的干预 试图倾斜选举天平向民主党靠拢 此外 特朗普还要求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撤销CBS和ABC的广播执照 但这些请求并未获得FCC的支持 在2023年 特朗普甚至指责NBC叛国 因为该台报道了他的各种法律麻烦 特朗普的投诉中提到 华盛顿邮报似乎在进行一场黑金企业运动 反对他并支持哈里斯的竞选 特朗普团队表示 作为媒体的华盛顿邮报 在选举过程中行为更像是一个党派参与者 而不应享有媒体豁免 因此要求FEC对这种企业干预选举的行为 进行调查并施加适当的制裁 对此 华盛顿邮报的发言人回应称 推广的帖子是其常规社交媒体 营销策略的一部分 反映了各个领域的高效能内容 并且指控其做法不当毫无根据 同时 华盛顿邮报及其拥有者 杰夫·贝索斯因在选举前宣布不再支持总统候选人而遭受批评 而根据SIMA4的报道 尽管推广的文章中对特朗普的批评居多 但关于哈里斯的报道则较为中立 特朗普的收官策略 似乎是通过制造轰动和攻击来引起公众注意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强调媒体偏见和不公正 巩固他的支持基础 并在他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 向其支持者发出信号 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 也就是特朗普长期以来与媒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 他一直对传统媒体持批评态度 称之为假新闻 并且多次与各大媒体机构发生冲突 这个最新的投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对立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华盛顿邮报在这场争端中所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平衡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与其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媒体在报道竞选活动时 常常要在批判性报道与保持中立之间 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 而当新闻报道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界限模糊时 便会招致类似特朗普的批评 总的来说 这场争端不仅反映了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长期对立 也揭示了选举期间新闻报道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特朗普的投诉可能不会改变媒体的报道方式 但它确实引发了对媒体在竞选报道中角色的进一步讨论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种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信息时代中 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是如此深远且复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节目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投诉是指个人或组织对某一事件 产品或服务表达不满或意义的行为 通常是寻求补偿 改进或解决问题的手段 在商业公共服务和法律领域中 投诉是一种重要的反馈机制 帮助企业和机构识别和解决问题 以改善客户满意度和服务质量 投诉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古代 当时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各种形式 向权威机构表达不满 例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板上 记录了对当地商人的投诉 在现代 随着消费者权利一时的增强 和法律框架的完善 投诉的作用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和法律 以保障投诉人的权利 并规范投诉处理过程 在历史上 投诉制度的演变 与工业革命和消费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随着大规模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扩展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 消费者投诉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开始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并制定了相关法律和政策 如美国的消费者产品安全法和欧盟的消费者权利指令 根据数据显示 投诉的数量和类型常常反映出行业的健康状况和顾客的满意度 根据北美地区的统计 零售业和电信服务常常位列投诉榜的前列 此外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 涉及网络购物的投诉也在逐年增加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 2019年接收到的消费者投诉中超过20%与网络购物相关 消费者通常关注的问题包括产品质量 延迟交付 售后服务和退款政策等 总体而言 投诉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 投诉的渠道和形式也在不断演变 从传统的书面信函和电话 到现代的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平台 使得投诉过程更加便捷和高效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朗普向《华盛顿邮报》提出FEC投诉 无疑是其与媒体之间的又一次正面冲突 特朗普在政治生涯中一贯以挑战媒体著称 这次针对《华盛顿邮报》的行动 显示了他对媒体影响力的深刻怀疑 以及对选举公平的关切 然而 将媒体的负面报道定性为非法支出或企业捐赠 这一指控需要有扎实的法律基础支持 媒体机构有权进行新闻报道 这包括对政治人物的批评 特朗普的投诉可能更多是策略性举动 旨在施压媒体并在选举最后阶段强化其支持者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作为一个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 面对这样的指控 则显得更为谨慎 他们的声明强调这是一种常规的社交媒体营销策略 这表明他们试图将这件事置于正常运营范畴之内 而非政治攻击 媒体在选举期间的角色向来敏感 《华盛顿邮报》的处理方式似乎在于维持其报道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但面对如此强烈的外部批评 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透明度来加强信任 总的来说 特朗普对媒体的不信任已成为他政治生涯的标志之一 而这次与《华盛顿邮报》的纠纷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 媒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将持续受到挑战 特朗普的策略在于声量和挑衅 而媒体的反应则需在维护新闻自由与应对外部压力之间取得平衡 未来面对政治人物的法律施压 媒体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将成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课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